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开始,一起来看高分美剧《冰雪豹》的第一季 夜里,杀手马沃开车行驶在民意苏达的马路上 突然,几头鹿冲过了马路 马沃躲闪不及,撞了上去 车子失控冲进了雪地 后卫乡里钻出一个裸男,逃向了远处 受伤的马沃并没有去管对方 而是把撞死的鹿扔进了后备箱中 四日早上,就在马沃撞车附近的小镇里 中年的莱斯特如往常一样 忍受着七次猪猪的阴阳拐气 这次的起因是地下室那个会跳舞的洗衣机 莱斯特是个十分失败的保险员 人怂点就算了 关键是人到中年一事无成 连换个洗衣机的钱都拿不出来 也难怪猪猪整天把废物挂在了嘴边 但莱斯特的业务能力确实堪忧 客户是高高兴兴的来 满脸嫌弃和恐惧的走 莱斯特的保险销售没有技巧,全是诅咒 哪个客户不害怕 今天又是一事无成的一天 下班后 莱斯特看着商店里的洗衣机出神 碰到了高中同学山姆 而小懦弱的莱斯特中学时 就是山姆欺负的对象 山姆当着两个傻儿子的面 故意羞辱莱斯特 说出曾把莱斯特塞进油桶里滚上了高速 差点让莱斯特丧命 而且莱斯特的初恋助助 高中时还跟山姆做个特殊服务 要是一般的人早就翻脸了 然而如今莱斯特依然是个废物 而山姆已经是当地运输公司的老板 莱斯特以前不敢反抗 现在就更不敢了 只能尴尬地回应 莱斯特想要离开 而山姆和他的傻儿子们却不依不饶 鼻子断了的莱斯特到医院就诊 遇到了同样来就诊的杀手马沃 通过一瓶饮料让两人搭上了话 马沃得知莱斯特被人欺负受伤后 顿时来了兴趣 在他一步步的引导下 莱斯特把山姆以前和今天 怎么欺辱他的事 全部都告诉了马沃 在听到莱斯特居然还在为山姆辩解时 马沃顿时感受到了莱斯特的极瓶 换作是他 不过这种极品可遇不可求 正是马沃喜欢帮助的对象 当然他可不是什么好心 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而后莱斯特在马沃的蛊惑下 说出了改变他一生的话 看着马沃认真的表情 莱斯特有期待有恐惧 不是让莱斯特就诊 莱斯特急忙对马沃说 我们就是瞎聊天开玩笑的 对吧 莱斯特十分纠结 没有否认 小镇外警方发现了马沃遗弃的车辆 局长和女警莫莉勘查了现场 车头和方向盘有血迹 后备箱里有死路 莱斯特又顺着脚印找到了裸男的尸体 局长认为司机发生了撞车 想求助却迷路跑进了森林 冻死在了那里 准备意外解案 莱斯特和妻子住住 一起到弟弟家里做客 莱斯特的弟弟和他完全不同 不仅又高又帅 还事业又成 家庭美满 又是弟弟的儿子 有点自闭症的倾向 即使如此 对比之下 更显得莱斯特废物 如如没少在弟弟两口子面前 嘲讽莱斯特 弟弟喜欢收藏枪制 他给莱斯特展示了得意的收藏 躺在暗格里的一把大部罗 结果莱斯特不小心给摔坏了 这样弟弟既无奈又愤怒 感叹到如如说的一点没错 然而因此争吵 还动起了手 一场家宴也不欢而散 再来看看杀手马沃 和莱斯特分别后都干了什么 他静止来到了山姆的运输公司 碰到了山姆的两个傻儿子 山姆现身后 马沃直言山姆的儿子有点蠢 特别是小儿子 马沃身材瘦小 可气场强大 山姆是有点表 但不是傻 不清楚马沃的底细和目的 他只能放任对方离开 而马沃扔清了山姆的样貌后 便联系了伪装成地产公司的中间人 告诉他有私事要耽搁一两天 而私事自然指的就是山姆 马沃一路跟踪山姆 在他和妓女激战正看时 用匕首直查山姆的后脑 很快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老警察比尔吐个不停 根本就不是办案的料 女警莫莉则认真记录了 案发现场的情况 案发时 妓女被山姆死死压在了身下 根本没看清凶手的样貌 而现场又没有其他的线索 不过据说山姆和法格式的黑帮有关 难不成是黑帮所为 马沃干掉山姆后 悠哉悠哉地准备入驻旅馆 看到老板娘在骂年轻的火气后 他的恶趣味又来了 转身便去蛊惑年轻人 要是我被这样骂 我就往他的油箱里撒尿报复 让他的车动不了 正在气头上的年轻人果然照做 结果马沃转头又联系了前台 告诉了老板娘 看着自己的杰作露出了变态的微笑 此时马沃还装成律师联系了山姆的大儿子 谎称山姆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小儿子 山姆的两个儿子本来就有点傻 要不是局长和莫里正在山姆家调查情况 大儿子差点就把小儿子给送走了 而马沃这个人并不是什么除强服务的好汉 而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变态 他就像一个魔鬼 用欺骗诱惑骄缩唆等各种方式激发人心的阴暗面 然后看着被操控的目标一步一步的走向毁变 并乐在其中 莱斯特上半路上 看到了刚调性完山姆傻儿子的马沃 来到公司后就听到了山姆的死讯 这让莱斯特十分的恐慌 马上出门找到了马沃 面对质问 马沃却反问莱斯特感觉怎么样 再说 是莱斯特用一瓶饮料收买他这么干的 莱斯特当时没有明确拒绝 不就是希望他真的能干掉山姆吗 莱斯特必须学会反抗 妻子老板等等 让他们知道 你的内心也住着一头 让他们恐惧的野兽 而莱斯特也开始慢慢接受了这套说辞 女警莫莉这边 觉得罗南冻死的案子 有些疑点 如果罗南是司机 那么他的衣服呢 方向盘上为血迹 而罗南的头部并未受伤 而且那部车子还是脏车 局长认可了莫莉的说法 还直夸莫莉又警察的天分 完全能坚持局长的职位 晚上莫莉从医院的护士那里得知 今早果然有个头部受伤的男子 说的正是马沃 而马沃当时还和莱斯特在聊山姆 看起来关系十分的亲密 莫莉觉得两起案件很可能有关联 于是想找莱斯特了解情况 而局长正好认识莱斯特 便准备亲自去莱斯特家里询问 而此时的莱斯特刚休耗了跳舞的洗衣机 准备向妻子邀功 结果刚启动没多久 洗衣机就直接驾崩 猪猪忍不住又开始了阴阳怪气 但莱斯特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人生倒是马沃的引领下 莱斯特释放了内心的野兽 直到猪猪的脑袋已经血肉模糊 莱斯特这才停手 短暂的惊慌后 莱斯特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场 然后联系了马沃 希望他这个专业人士能帮忙处理一下 马沃得知后简直乐开了话 一口答应 不过莱斯特也有自己的算盘 他拿出猎枪装上了两发子弹 准备把妻子的死假货给马沃 然后再杀人灭口 从而完美脱身 此时敲门声响起 来的却是局长 莱斯特瞬间慌了 面对局长的询问前言不大后语 而局长很快就发现了地下室门口的血迹 马上把枪控制了莱斯特 看见猪猪的尸体后 又马上呼叫了支援 然而马沃早从后门溜了进来 接着马沃把枪放到了门口 到地下室查看情况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莱斯特还想着嫁祸的计划 而此时莫里赶到 莱斯特顾不得内讧了 急忙跑进了地下室 结果发现马沃已经瞬移消失 眼看莫里已经持枪冲了进来 而莱斯特自从被马沃叫唆后 仿佛是开窍了一般 马上想到了脱身之策 他直接把自己撞晕了过去 果然莫里进入地下室后 并没有怀疑已经晕过去的莱斯特 不久 大批警察赶到封锁了现场 莫里看着死去的局长愧疚无疑 来找莱斯特的本该是他才对 夜晚 知情的警察格林正和女儿聊着球赛 一辆车急驰而过 正是消失的马沃 格林拦下了马沃并系下了车牌 当他要求马沃下车时 马沃却劝格林别这么做 别一时冲动让女儿的一生 顾骨无异 心灵大师马沃的话 让格林愣汉之流 带离当场 眼睁睁地看着马沃离开了现场 另一边莱斯特受害着的身份 暂时没有引起怀疑 可马沃击杀局长时 子弹的杠柱 有一颗打进了莱斯特的手中 如果被警察发现 就会知道局长被杀时 他就在旁边 这让他十分的不安 而且山姆的死还引来了法哥的黑帮 让莱斯特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 大家好 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高分美剧冰雪暴的第一季第二集 上期说到 又从又老师的莱斯特 在变态杀手马沃的蛊惑下 释放了内心的野兽 开始黑化 先是默认杀手马沃 干掉了经常欺负自己的山姆 又冲动之下 亲手杀死了一只阴阳怪奇的发妻 之后 莱斯特求经验吩咐的马沃 帮忙处理尸体 他本打算干掉马沃 让其背过 结果小镇警局的局长 恰好发现了莱斯特杀气 被马沃两枪干掉 而马沃转身走进了地下室 消失不见 眼前女警茉莉冲进了屋内 莱斯特情急之下 把自己撞晕 伪装成了受害者 才暂时瞒过了警察 但这只是暂时 莱斯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之前 山姆的死被怀疑 和法格式的黑帮有关 确实有关 但山姆的死 并不是法格的黑帮所为 山姆是法格黑帮 在本地的代言人 帮他们赚取利润 山姆被杀 黑帮也一头雾水 为此 黑帮派了杀手兄弟 雅巴和胡子格来调查此事 找出凶手 干掉立威 从公司的人口中得知 山姆的死 应该和帮派的生意 没什么关系 不过山姆死亡的当天 有个额头受伤的人 前来挑衅 说的自然是马握 随后 杀手兄弟 来到了山姆被杀的酒吧 很快打听到 一个符合特征的倒霉蛋 此人是本地有名的混混 身高175到180 额头又伤 完美复合 而且 此前对方和山姆 还有过矛盾 杀手兄弟 本想问清楚情况 谁料倒霉蛋 嚣张惯了 一点也不配合 杀手兄弟人狠话不多 直接绑架了倒霉蛋 扔进了后备箱 可惜经过公司的辨认 并不是马握 而倒霉蛋刺激认怂 已经晚了 杀手兄弟直接把倒霉蛋 拖到了湖上 打了个冰窟窿扔了进去 杀人灭口 警方这边 局长生前 很看好女警茉莉 希望他能接任局长 然而局长撕得太过突然 论子排辈老警员比尔 接任了局长这位 但比尔能力平庸 和莫里一比 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最近发生在小镇的凶案 貌似都和莱斯特有关 可比尔觉得 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他和莱斯特是高中同学 在他的印象中 莱斯特十分胆小 还晕血 怎么会和凶杀案有关呢 这样莫里十分的无奈 局长的一双 也觉得莫里说的有道理 即便不是莱斯特干的 找对方了解一下 说不定能得到其他线索 比尔也不好再推脱 只能带着莫里前去问话 说是问话 比尔却一直东拉西扯 莫里则开门见闪 询问案情 莱斯特一边和比尔闲扯 一边又胡编乱造 应付莫里 可当莫里问到 医院有人听到他 和一个额头受伤的人 谈论沙漠时 莱斯特有点慌了 憋了半天 说是护士听错了 这么敷衍 莫里当然不信 可比尔信了 主动联想帮莱斯特解释 甚至觉得 和莱斯特交谈的人 可能就是杀害局长 和猪猪的凶手 这样比尔十分的满意 完全不顾满腹狐疑的莫里 拉着对方就离开 菊光等给到变态杀手马握 蛊惑莱斯特只是他的爱好 现在他拥有了新的任务 去邮局 去新任务资料的邮件时 凶狠的眼神 差点把老板吓尿 拿到资料后 一看这次 自己扮演的是神父后 马上进入了角色 这次的目标 是迷你苏达的超市大王老塔 不过并不是要老塔的命 前段时间 老塔收到一封勒索信 勒索信上的43613美元 太奇怪了 他从没有见过 勒索还有灵有整的 马握问老塔 心上所说的钱 是怎么回事 老塔却不愿多谈 不过老塔怀疑 是前妻干的 两人阵营财产在打官司闹得很僵 马握的任务 是找出勒索者 解决这件事 这对马握来说 是小菜一碟 马握伪装成律师 见到了老塔的前妻 前妻过得潇洒无比 还包养了一个健身教练 和前妻在谈话中得知 老塔当年的启动自警 来源可能有点猫腻 难道这就是 勒索信上说起的钱的问题 回到旅馆 马握听着莱斯特的求助如影 一脸陶醉 马握之所以变态 就在这里 他十分享受 蛊惑别人的成果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勒索信 背面的油字 健身教练和他握手时 也留下了同样的油字 看来破案了 勒索信就是健身教练干的 就是不知道前妻 是否参与了其中 正想着这件事 老塔的保安队长彪哥 便找上了门 马握算是 抢了他的活 所以十分的不满 对着马握就放弃了狠话 而马握根本就不搭理这个小丑 当着彪哥的面 就蹲起了大吼 表哥只能纷纷的离去 女警莫莉这边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莱斯特可疑 就再次找到了比尔 可比尔依然认为 就是流窜所案 或者是马握所为 当然 他现在并不知道马握的身份 莫莉预期 在莱斯特身上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问问周景 有没有拦截到 符合马握特征的可疑男子 莱斯特这边 他在洗衣机后面 拿出了杀器的锤子 然后再次藏了起来 之后便搬到了弟弟家中 这些天 他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听从弟弟的建议 把房子卖出去 这样即使房子那些不利的证据 随着下一户人家的住住 也会烟消云散 不过马握击杀局长时 子弹的钢柱 有一颗打进了莱斯特的手中 这几天 他手上的伤越来越重 有感染的迹象 便偷偷跑到药店买药 结果正好碰到了莫莉 莫莉好不容易 逮着了莱斯特 上来就提各种问题 莱斯特头都大了 药都不敢买 就离开了药店 恼羞成怒的莱斯特告诉莫莉 自己该说的都说了 别再骚扰自己 此日莫莉乡开餐馆的父亲 说了莱斯特的疑点 莱斯特高中时 就经常被山姆霸凌 莱斯特说 好多年都没有见过山姆 可确实有人听到 莱斯特的医院谈论山姆 之后山姆就莫名其妙地被杀 而莫莉并不知道 莱斯特彼此受伤的真相 莱斯特只和马握说过 对其他人一概谎称是衰的 莫莉的父亲曾经也是警察 他见过太多的屠杀仇恨 会有欺骗性的恶魔 但世界上总有光明的一面 莫莉以后总要结婚生子 要学会发现美好的一面 不要太过执着于那些阴暗 不然以后怎么面对家人生活呢 正说着 莱斯特果然投诉了莫莉 莱斯特本来就相信莱斯特 便顺势让莫莉去调查 罗南被冻死的案件 其他案子他来查 莫莉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本集还有一些关于格林的剧情 自从他上次放走了马卧后 又一直忐忑不安 地下的车牌号 也不知道该不该上报 他一直拿照顾女儿 当借口欺骗自己 可当他和女儿谈起这种情况时 女儿却回答 要是有坏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格林一直想做的是游递员 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警察 他没有查案的天赋 也没有不畏牺牲的勇气 他只想和女儿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那么在女儿的鼓励下 他能鼓起勇气 回报放走马卧的事吗 大家好 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 高分美剧冰雪报的第一季 第三集 本集开始 便交代了罗南之死 罗南原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因欠下了大量的外债 而遭到债主的报复 马卧就是债主雇佣的杀手 马卧在光天化日之下 拖走罗南 在地下车库 让其脱光衣服 关进了后备箱中 之后就是第一集的画面 马卧撞车 罗南趁机逃走 在树林里迷路后被冻死 莫里接受罗南案后 马上赶赴了罗南生前救治的公司调查 从那些同事的口中 了解了大致的经过 至于罗南被绑走的原因 有说吸毒的 有说赌博的 有说炒股的 还有说应恋同为报复的 总之 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 莫里从血字楼的监控中 得到了马卧的影像资料 只是监控实在模糊 无法获知详细的面部特征 再看走支线剧情的马卧 他查到 是健身教练写的勒索信后 直接向对方摊牌了 健身教练得知马卧是老塔的人 顿时呼吸不畅 连声卖尬的 惊恐之下 全部交代 勒索43613美元 是因为他开店正好需要这点钱 心中所说的钱的事 他也并不知道 只是听老塔的前妻提过几次 感觉有猫腻 所以 他是用自己并不知道的事 来敲诈老塔 马卧笑了 给了健身教练 一个极高的评价 于是 两人结成了敲诈同盟 马卧之所以带着健身教练 继续勒索老塔 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此人的极品 就和当初的莱斯特一样 以来可以操控蛊惑毁灭健身教练 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恶趣味 而来可以狠狠敲诈一次老塔 当然金额无所谓 关键是喜欢 随后 马卧在一个小伙子那里 购买了精神类的药物 小伙子还向马卧推荐漠视背包 如果哪天僵尸肆虐 世界会变得弱肉强食 拥有这个背包 就能成为强者 马卧觉得没有必要 这说明在马卧的观念里 他就是那种强者 操控弱者 理所当然 接着 马卧潜入了老塔的别墅 先是干掉了看门狗 又进入屋内 偷偷替换了老塔的药 离开时 把教练重新弄的勒索性 放到了看门狗的尸体旁边 给了老塔一点小小的震撼 这下老塔可坐不住了 现在不仅有血的警告 勒索的金额也变成了一百万 老塔认为不是前妻干的 因为前妻比他还喜欢那只狗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马卧也顺势提出住进老塔家中 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而贼喊抓贼 当然不会有结果 几天后 药物开始逐渐影响老塔 马卧也开始了行动 老塔在洗澡时 洗澡水突然变成了喧血 这当然是马卧搞的鬼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要说马卧这种杀手 勒索的钱 应该没必要搞这么多道道 马卧这样做 还是出于变态的心理 钱多少无所谓 那种操控弱者 让其崩溃的感觉 才是他追求的目标 事先来到上期结尾 说的格林 前面说格林放走了马卧后 一直非常纠结 在女儿的鼓励下 他做了决定 当他查询计下的车牌时 发现这辆车已经被警方扣下 而且还在莱斯特的名下 这说明马卧和凶杀案 脱不了干系 小镇的凶杀案 算是重案 格林所在的警局 也一直在调查 自然十分了解案情 他极不可耐地 找到了在厕所的队长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队长的第一反应 不是不安有望的兴奋 而是甩锅 格林的延迟上报 很有可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队长让格林 自己联系小镇警局 说明情况 别和他们扯上关系就行 格林几次拿起电话 想联系小镇警局 可因为自己的退学 放走了嫌疑人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旁边的女儿觉得 格林应该亲自去说 来表达歉意 咱们再来看看莱斯特 最近都干了什么 自从凶案发生后 莱斯特以受害者的谜 在弟弟家中休养 这天他独坐家中 脑中不断地回想起 最近的变故 和妻子诸如此嘲讽的话语 莱斯特更加认同马握 弱肉强齿 胜者为王 而后 他重新回到了公司上班 正好碰上 去山姆家送文件 对接山姆立赔事宜的任务 莱斯特刚下车 就碰到了山姆的两个傻儿子 他们还是对莱斯特 乌言会语 然而已经近非昔比 莱斯特也早已蜕 根本就不搭理这两个蠢货 山姆的妻子 早就等着保险公司的消息 房子他已经准备出售 就等着拿到理赔款 离开此地 所以他不断色语莱斯特 要不是傻儿子的捣乱 莱斯特差点就顺水退舟了 而两人的亲密举动 被远处的杀手兄弟 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 立即单独找到了莱斯特 他们怀疑 两人又奸请合谋杀害了山姆 莱斯特本来就心虚 差点被吓尿 幸好女警莫莉突然来访 莱斯特才暂时逃过了一劫 不过他也很心虚 不敢对女警说实话 而莫莉也是带着套路来的 以咨询保险为有 坐了下来 然后故意弄掉了文件夹 让莱斯特看到了其中马沃的照片 莱斯特一眼就认了出来 脸色非常难看 莱斯特顾不得保险业务 已有及时为有 送走了莫莉 而莫莉也由此确定 莱斯特绝对认识马沃 而且并不是一般的关系 马上汇报给了比尔 可比尔依然认为 莫莉就是在扯淡 莱斯特是十足的胆小鬼 绝不会和这种人有关系 既然有了嫌疑人 那就发通缉令追查 一直缠着可怜的莱斯特算什么 这让莫莉十分的无语 恰好 格林此时也亲自来到了警局 接待她的真是莫莉 格林说了放走马沃的事 她查了车牌 看到了莱斯特的照片 得知开车的人并不是莱斯特 莫莉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调查 她拿出马沃的照片 让格林辨认 和莱斯特一样 格林也一眼认出了马沃 但问及她为何要放走马沃时 格林虽然扭扭念念 但还是承认 马沃的言声非常吓人 一看就是危险分子 自己当时真的害怕了 正好格林的女儿走了进来 莫莉看到后 也明白了格林当时的顾虑 随后莫莉请两人吃饭 还说了一个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 一个朋友被蜘蛛咬了一口 结果蜘蛛在伤口缠卵 一段时间后 伤口里爬出了无数的小蜘蛛 虽然听着有点恶心 但想不想莱斯特的经历呢 本集最后给到了莱斯特 他参观地界的武器库时 想到了凶狠的杀手兄弟 便偷偷藏到身上一个电机器 随后又借到了弟弟心爱的大菠萝 狠狠地发现了一通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高分美剧冰雪报的第一季第四集 本集开始便交代了勒索信众说的钱的事 也就是老塔启动资金的来源 19年前老塔生意失败 为了躲债脱家带口逃到了民意粗杂 然而祸不担心 车子的人有耗尽抛锚在了路上 天寒地冻 一家人缺一小时 路过的司机也没人帮忙 绝望的老塔爬在地上向上帝祈祷 他要做上帝一辈子的仆人 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显灵 他扭头看到路边立了一把红色铲子 他在下面找到了92万美元 而这无主的92万美元 则是和电影版的冰雪报联动 在电影中 绑费得到了100万的数金后 拿出8万准备和同伙平分 剩下的全部都埋在了这里 想要独吞 结果绑费被同伙所杀 埋起来的92万反而便宜了老塔 老塔由此发迹 逐渐成为了明州的超市大王 也因此对上帝更加的虔诚 时间回到现在 老塔被水管中流出的血血给吓坏了 叫人来排查管道 而管道拱正是健身教练假扮的 他装模作业的检查后告诉老塔 管道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没有人为的痕迹 然后按照马沃的吩咐 开始把宣写的事 向圣经实在的方向引导 还说老塔应该好好地侍奉上帝 这话让老塔情绪激动 差点掐死健身教练 但马沃的目的达到 老塔变得非常惶恐 难道真的是上帝降罪吗 格林这边 商机被队长得知了放走马沃后 更加被边缘化 这不他就被派去出了一件杀狗案 就在去的路上 他突然看见了路边的马沃 这次他没有犹豫拔枪上前 马沃并没有反抗 而是一边打了个电话 一边说格林认错人了 自己只是个牧师 格林对马沃可以说是魂牵梦绕 怎么可能认错呢 现在的他十分的紧张 把马沃靠起来压上车后 才尝出了一口气 而马沃的表现则十分的淡定 格林把马沃带回禁局后 按照程序将马沃收押 然后格林通知了莫里 让莫里赶紧过来 莫里还一直在偷偷地调查莱斯特 就在刚刚还在查看莱斯特的通话记录 得知马沃被抓后 莫里马上上报给了比尔 比尔在贩问莫里 从哪里知道的 这才得知格林的事 比尔十分的生气 把莫里一阵怼 都说了不让你接触案件 你偏偏违抗命令 于是他要亲自去格林所在的警局 莫里还想争取一下 毕竟马沃也是罗南岸的嫌疑人 这件案子是他负责的 但比尔根本不听 比尔这个人虽然无能 但其实并不坏 他来到格林所在的警局后 了解了情况 便询问格林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 比如莱斯特被到的那辆车上 是否有指纹之类的证据 可惜警方初步检测后 什么都没发现 只有莫里提供的照片 和格林这个人证 于是比尔和队长开始审讯马沃 马沃在被关押后 丝毫不慌 还有闲行联系健身教练 吩咐搭去宠物店 大量购买西医车的曲曲 给老塔的惊喜 别让对方两小时后 来进去门口接自己 看来马沃队被捕 已经司空见惯 脱身根本不成问题 果然面对审问 马沃一口咬听 自己就是个神父 还说案发当天 自己在教堂参加活动 警方完全可以去调查核实 与此同时 莫里查了莱斯特家的通话记录 发现案发当晚 有一通电话 从莱斯特家里 打到了小镇的旅馆 正是莱斯特杀妻后 那通求助电话 而第一集中 马沃入住旅馆后 戏耍了老板娘和小伙计 所以老板娘和小伙计 很快便想起了马沃 通过模糊的照片 两人确认就是马沃 并在旅馆的入住登记表上 找到了马沃这个名字 莫里马上通知了格林 然而此时 经过警方的核实 马沃神父的身份 没有丝毫地破绽 便准备释放马沃 看来 那个伪装成地产公司的中介 给马沃做的演示 天衣无缝 格林找到队长理论 队长却指责格林 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 持枪威胁一个牧师 至于那张模糊的照片 鬼知道是谁 格林不甘心 就这样放纵马沃 冲上去喊了马沃的真名 而马沃 就送给格林几句话 马沃离开警局后 继续和健身教练 进行敲诈老塔的计划 此时的老塔 在药物的影响下 开始变得精神恍惚 十分暴躁 突然 一只虫子落到了桌子上 紧接着 到处都开始出现 老塔也再次接到了 一个奇怪的勒索电话 没错 这正是马沃和健身教练 搞的鬼 上级的血水 对应了石灾中的血灾 而这次是蝗灾 应该是蝗虫不好找 不过效果一样 作为虔诚的教徒 圣经中的石灾 老塔当然十分的清楚 他开始觉得 是上帝在惩罚他 再来看看莱斯特 在上级中 莱斯特被杀手兄弟盯上 杀手中的胡子格 还直接打电话威胁 吓得莱斯特 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他手上的伤 越来越重 都肿成了猪蹄 但他不敢去医院 他被发现是枪伤 杀手兄弟这边 两人有了分歧 胡子格觉得 干掉莱斯特 交差算了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很有可能是杀妻的凶手 当然也会和山盟的妻子联手 效仿潘景莲的故事 而亚巴则十分较真 认为必须确定再动手 两人一番比划 最终决定 先绑了莱斯特再说 最起码让他亲口承认 就这样 两人绑架了莱斯特 扔进了后备箱 惊恐的莱斯特 在后备箱里联系了弟弟 说自己被绑架了 看小店银的弟弟 赶紧准备报警 莱斯特正好摸到了 身上的电机器 急忙改口 说就是一个恶作剧 因为如果警察来了 他就真的解释不清了 和上次那个倒霉蛋一样 杀手兄弟把莱斯特 带到了湖上 准备让莱斯特承认后 扔进冰窟窿 性命有关 莱斯特急忙说 不是他杀的 但他知道是谁 然后称胡子个松懈 用电机器 急运了对方 哑巴又聋又哑 根本就没有察觉 莱斯特逃到大路后 正好碰到了一名警察 便想让对方 载自己回到小镇 但警察表示 自己不是弟哥 莱斯特如愿坐上了警车 追过来的杀手兄弟 也看到了警车上的莱斯特 随后 莱斯特被关进了看守所 自以为躲开了杀手兄弟 结果到了晚上 杀手兄弟在酒吧大打出手 同样被关进了看守所 出现在了莱斯特面前 那边 马卧被释放后 格林无奈地找到了莫里 顺便问了莫里 马卧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莫里说道 远古时期 植被茂盛 绿色居多 人类祖先外出捕猎时 为了防备猛兽的袭击 会格外注意 躲藏在绿色阴影里的猛兽 其实马卧的话 充满了对格林的威胁 他把格林逼作远古人类 而他则是隐藏在绿色阴影里的猛兽 掌握着主动权 如果格林的眼神不好 等待他的将是致命一击 不过格林还是不太理解 马卧说这些话的意思 专人问莫里 现在他们该怎么办 莫里已经想到了突破口 那就是莱斯特 而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集中 马卧的勒索事业 还在继续推进 格林逮捕了马卧 结果却返造指责 他和莫里 真的能从莱斯特身上 找到突破口吗 而莱斯特这次看来 也在劫难逃 势必会共处马卧 而马卧和杀手兄弟 都是狠人 那么就要看 双方谁更狠了 大家好 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 搞本美剧冰雪报的第一季 第五季 本集开始是莱斯特的回忆 交代了胆小懦弱的莱斯特 怎么会有猎枪 当时莱斯特到商店里买袜子 正好有一批残次品 老板清仓甩卖 莱斯特随便拿了一包 老板却让他看着给钱 莱斯特还真信啊 还说我也不占你的便宜 两块钱吧 老板人都傻了 莱斯特见老板不说话 又涨到了三块和五块 老板将莱斯特这么好忽悠 说这样吧 你给我五十五 我再送你一把猎枪 就这样 本来买袜子的莱斯特 顺便带了一把猎枪回去 妻子猪猪气不打一柱来 开始阴阳怪气 随后 这把枪也被树枝高阁 再出现时 已经是猪猪被杀以后 马沃正是用这把枪 杀掉了局长 而且如猪猪所言 这把枪子弹的钢柱 有一颗穿过局长的身体 正好打到了莱斯特的手上 时间回到现在 被堵在看守所的莱斯特 冷汗直流 不知道是手上的枪伤感染所致 还实行心中的恐慌 杀手兄弟先礼后兵 必问莱斯特杀死山姆的凶手 到底是谁 莱斯特还向门混过关 哑巴直接脱下了袜子 莱斯特痛不欲生 差点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被臭的 眼看俩人要让莱斯特再爽一次 莱斯特急忙照了 马沃是马沃 然而急忙追问马沃的下落 莱斯特说 估计在德鲁斯 之前马沃开走了莱斯特的车 而几天前 德鲁斯的车管所 打电话来让他去领车 而后又联系他说 车被德鲁斯警方拿去做司法鉴定了 让莱斯特过单时间再去 这说明 马沃很有可能就在那里 莱斯特还交代 警方发布的全境通告上 就有马沃的监控照片 杀手兄弟非常满意 随后 两人被保释了出去 放过了莱斯特 晚上 莫莉一边做家务 一边看动物世界 听到蟒蛇会伏击捕食者后 又响起了马沃 放任马沃 这条随时会伏击他们的猛射 逍遥法外 他实在忍不了 盯着压力 再次找到了比尔 但比尔忙着应付 即将到来的暴风雪 根本不搭理莫莉 莫莉则不管不顾 把自己查到的情况和推测 详细告诉了比尔 首先 珊姆死亡前 曾和吴女说过 她今天打断了一个人的鼻子 莫莉查过 当天只有莱斯特的鼻子断了 而且有人看到 莱斯特和额头受伤的人 聊过珊姆 其次 竹竹被杀的时间短 莱斯特家的电话 打到了旅馆 经过了解 接电话的正是马沃 莫莉从旅馆的登记表那里 得到了马沃这个名字 旅馆老板也辨认过照片 就是罗南安的嫌疑人 而且马沃 还有几枚小镇脱衣物酒吧的代币 而珊姆就死在这个脱衣物酒吧 莫莉推测 珊姆打断了莱斯特的鼻子 在医院治疗时 莱斯特认识了同样来治伤的马沃 而后 莱斯特雇佣了马沃杀死了山姆 次日晚上 莱斯特又联系了马沃 也许是价格没有弹笼 或者是莱斯特想要赖账 两人翻脸 导致了猪猪和局长的死亡 但不管什么原因 他们必须找到莱斯特了解实情 莫莉抽丝破茧的分析 合护逻辑 而且比尔也不能忽视这么多的巧合 也察觉到了莱斯特的问题 便同意了莫莉的想法 当两人赶到看守所时 莱斯特因伤口感染 已经昏迷不醒 然而只能先把莱斯特送医救治 手术后 医生告诉莫莉 莱斯特伤口的义务 是猎枪的弹珠 以及一些布料 如此更加印证了莫莉的推测 而布料 莫莉也猜出是局长生产的衣服 医生还告诉莫莉 局长的衣裳 刚刚生下了一个女儿 听到这个消息 他又想到了局长 心情复杂 既然莱斯特现在不能问话 他便连夜赶到了莱斯特家中 寻找其他的证据 莫莉虽然发现了袭击 被人动过 找一把凶手转移 莫莉一无所获 另一边 格林对于放揍马沃 依然不甘心 他在网上搜索了马沃 冒充到牧师身份 结果就像队长说的那样 完全没有破绽 而搜索马沃这个真名 却没有任何的信息 格林陷入了纠结 不知从何处入手 正好看见了对面 独坐家中的邻居 两个烦闷的中年男人 便聚在一起聊了起来 格林向邻居 说了自己的苦闷 我知道有个凶手 他欺骗了所有人 但我却没有证据来证明 而且我也没有 优秀的侦查能力 所以不知道该不该放弃 邻居给格林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富翁 某天看报纸时 看到了世界充满了苦难 便开始各种捐钱做慈善 直到自己身无分文 可世界依然充满了苦难 富翁又跑到医院 捐了一个肾 可世界依然如故 他就找到医生 想要捐出自己所有的器官 可这等于杀人 医生并没有同意 富翁非常的苦闷 回到家中 便自杀身亡 留下了遗书 捐献全部的器官 邻居想告诉格林的事 只有傻瓜才会觉得 自己能解决世界上 所有的问题 以此来劝慰格林 格林想着邻居的话 辗转难眠 富翁做的事 就真的毫无意义吗 最起码 他帮到了一部分人吧 想到这里 格林开车出门 决定去抓到 马沃的那片区域 捧捧运气 来看看马沃这边 再次找到了卖违竞品的小伙子 买了仅用频率的监听器和对讲机 然后找到了健身教练的家中 打开他的宝贝录音机后 联系了老塔 假装问老塔 需不需要他过去处理重灾的事情 老塔此时已经被药物影响 加上他背弃了曾经的誓言 心中有鬼 现在他经历了血灾和蝗灾 而死灾中的最后一灾 是长子之死 这是老塔无法承受的 所以他决定付钱赎罪 让马沃和他一块去取钱 一百万马上就要到手 健身教练简直不敢相信 大笑不止 甚至开始幻想起了 以后奢靡的生活 而马沃一如既往的淡定 他让健身教练进了杂物间 然后把门全部封死 说是害怕健身教练临队队脱逃 而健身教练整个过程十分配合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而是关心自己该怎么上厕所 老塔在办公室拿钱时 他的傻儿子兴奋地告诉老爹 储重公司的人说 这些区区都是从宠物店买的 傻儿子给宠物店打去了电话 你猜他们是怎么说的 此时的老塔几近崩溃 眼里打断了傻儿子 让他和保安队长彪格 去安全屋躲避 真相近在咫尺 傻儿子也终于聪明了一回 可惜老塔错过了 但这也不能全怪老塔 傻儿子平常就没个正行 现在老塔精神紧张 还以为傻儿子又来捣乱 马沃接上老塔 快返回家中时 看到了在附近转悠的格林 急忙打开了远光灯 急速驶过 回到家中后 老塔让马沃 注意完后自行离去 然后回到了房中 而马沃驾车 一路未遂格林 找到了格林的住所 还在楼下获知了格林的女儿 常用的对讲机的频道 看来格林的眼神并不好 那么就别怪猛兽的袭击了 这时格林的邻居 敲向了马沃的车窗 他警告马沃 如果再不走 就要报警 马沃还想用公轻欺骗的手段 但邻居根本不吃这一套 马沃见欺骗没用 直接摊牌 开始威胁 本想到邻居大哥 使转硬不吃 马沃只能驾车离开 本集最后 莫莉看望了局长的衣裳 和刚出生的宝宝 更加的愧疚和愤怒 他来到莱斯特的病房 用犀利的眼神 盯着床上的莱斯特 而莱斯特也感受到了 莫莉的目光 如芒在背 急忙装睡 大家好 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 高分每句冰雪报的 第一季 第六集 本集开始 给到了法克黑帮 杀手兄弟 这么多天 都没有搞定 杀害山姆的凶手 让黑老大十分的不耐 直接下令 不管是什么奸行 还是什么变态杀手 只要有嫌疑的 全部干掉 另一面 马沃勒索老他的事 已经接近了尾声 他把健身教练给放了出来 管了一晚上的健身教练 有点不爽 说咱们的新人 出现了裂痕 修补的办法 就是重新谈一下封尘 我六 你四 还喋喋不休地问 窗户怎么都封上了 地上的包里 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都是给自己准备的 而马沃现在 也懒得和这个极品废话 接着 马沃给了对方 一张字条 让他联系老塔 找着字条念就行了 双方约定在停车场交易 打完电话 健身教练的死期也快到了 但他还有最后的用处 马沃怕他不配合 直接打晕 至于用处是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再看格林这边 上期中 马沃一路跟踪 找到了格林的住处 不过被邻居大哥给赶走了 格林得知后 十分的不安 提前把女儿送到了朋友家 莫莉听说后 冒雪赶了过来 他觉得格林应该上报 但格林在禁区本来就是个小透明 而且上次还因为抓了马沃 而被局长臭骂了一顿 现在根本没人相信他 不过邻居大哥系下了马沃的车牌 格林查了一下 车子在老塔公司的名下 两人决定去调查一下 格林上楼换衣服时 莫莉还有些娇羞地 整理了一下头发 看来几次接触下来 他对格林有了好感 两人赶到老塔的超市后 却并没有见到对方 这条线索暂时得不到什么信息 而两人之所以没找到老塔 是因为老塔已经按照约定 带着钱到停车场赎罪去了 提前到达的老塔 脑海里不断回想起 当年见到钱的画面 而如今他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此时保安队长彪哥打来了电话 劝他在慎重考虑 话里话外 暗示给自己的时间可以搞定这件事 而老塔现在考虑的不是钱 而是向上帝赎罪 但彪哥的话 让老塔想到了更好的赎罪方式 他让彪哥带着儿子返回家中 挂断电话后 贾车准备离开停车场 收费员让老塔交费 老塔现在满脑子都是上帝 收费员折不起 只得放心 马沃这边 还不知道老塔已经变卦 他打晕健身教练后 把对方绑在了椅子上 正对着大门 还在窗口夹起了一把枪 并在屋外设置了触发的机关 而后打开了健身教练身后的枪光灯 最后拿起一把现弹枪 放到了健身教练的手中 健身教练醒来就懵逼了 我们不是队友吗 现在算什么 可惜马沃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这就是他最后的用处 吸引警察的注意力 健身教练还打算做最后的挣扎 扣动了受伤的班级 马沃很高兴 如果健身教练不试一下 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毕竟两人之前还合作过 接着马沃来到了窗前 对着外面连开竖枪 很快 仅用频道的健身器就有了反应 警察很快就会赶来 目的达到后 马沃收拾东西从后门离开 莱斯特这边恢复得不错 可警察就守在病房外 这种情况想完美脱身 难上加难 他想过从窗户逃走 然而窗户是锁死的 此时莱斯特的弟弟来到了病房 莱斯特晃成是为钉子扎了手 然而莫莉早已和弟弟谈过 揭穿了莱斯特的谎言 说他是三起谋杀案的嫌疑人 莱斯特急了慌忙否认 然而弟弟可不傻 上次莱斯特还说有人要绑架他 明显就是热上什么事了 他现在一点也不相信莱斯特的鬼话 弟弟警告莱斯特 最好向警察老师交代 而莱斯特被弟弟问的是雅客无言 便改变了谈话的方向 打谈兄弟情 是兄弟就来砍我 不 是兄弟就相信我 可没想到弟弟从来就看不起他 一直认为他就是自己的累赘 这可让莱斯特破了大方 如果说以前他还有点良心的话 那么弟弟的这番话 则让他彻底黑化 完全接受了马万的道 弱肉强势的观念 而莱斯特也有了很多的脱身之策 莱斯特把缠成木乃伊的病友 搬到了自己的床上 然后又绷带给自己缠了个铜管 冒充病友躺在了床上 果然片刻后 就被护士推出去做检查 等护士进去登记后 莱斯特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衣服 把病床给藏了起来 留进员工的衣帽间 顺走了一把车钥匙 然后驾车逃离了医院 回到家中后 他揭开地下室的海报 从后面拿出了藏起来的凶器锤子 在盒子里找出一些老婆猪猪的艳照 觉得还不够 又顺手拿起了一条内裤 接着来到弟弟家的车库 把这些东西全放进了武器柜的暗格里 没错 他就是要把一切都嫁回给自己的弟弟 当看到弟弟压三口的合照时 莱斯特进一步完上了计划 他拿了一把左轮手枪 擦掉了自己的指纹 来到二楼 放进了侄子的书包里 拿着弟兄和侄子正好回家 莱斯特捏手捏脚的下楼 想偷偷溜走 却被侄子看了个正着 幸好侄子有自闭症 根本没有搭理莱斯特 他这才顺利溜走 那边 警方已经包围了健身教练的房子 并不断喊话 健身教练倒是想回应 却回应不了 警方见长时间没有动静 便开始强攻 碰到了马卧设置的机关 窗口的枪开始射击 警方马上开始了反击 对着房子就是一通扫射 直到把房子给打成了筛子 而健身教练在这样密集的火力下 完好无损 甚至还挣脱了最上的胶带 可由于他背后 强光灯的照射 警察根本就看不清 只看到有个拿枪的人影 不等健身教练喊出声 就被乱枪射杀 健身教练死得老惨了 而且警方给他的评语是 以奇怪方式自杀的神经病 马卧听着警用频道 传来的消息十分满意 但很快他就被两辆车前后夹击 证实杀手兄弟 俩人没有废话 上来就干 而马卧也不是吃素的 趁机躲到了车尾 等杀手兄弟包抄过来 发现马卧在暴风雪的掩护下 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莫莉和格林就在附近的餐厅 他们本打算再去老塔的超市一趟 正好赶上了双方的对决 格林想等紧觉得支援 而莫莉则毫不犹豫冲进了暴风雪中 格林也只能跟上 而马卧这边他并没有走远 看到路边的小屋后有了主意 他故意滑破了手臂 在地上流下了血迹 果然杀手兄弟中的胡子哥 跟着血迹一路来到了小屋 结果被马卧偷袭 马卧必问出 母后是法割黑帮后 将胡子哥一刀割喉 从中离开了现场 等莫莉两人赶到时 只看到了胡子哥的尸体 格林看到尸体有些发猛 一抬头 发现莫莉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慌乱地把枪四处查看 此时附近传来了莫莉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两声枪响 格林更加的慌乱 看到有人隐蔽近 下意识的就是一枪 结果却是通缉队友 老塔从停车场出来后 跑到了当年他捡钱的地方 把钱又埋了回去 甚至当年那个红色船子 也一并插了回去 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 表哥带着老他的儿子返回时 遭遇了十分罕见的余语 无数大雨从前而降 表哥视线受阻 发生了车祸 当老他赶到时 表哥和儿子已经惨死 他还是没有躲过最后一栽 长子之死 故事最后给到了莱斯特 他从弟弟家出来后 又瞒过了护士 偷偷回到了病房 只有这样他才能完美实施 塞葬计划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 高分美剧《冰雪报》的第一季 第七集 本季开始 画面给到了吃着早饭的 莱斯特弟弟一家 电视里播放着 导致老他的傻儿子死亡的鱼鱼 饭后莱斯特的侄子拿着书包上学去了 而一家人都没有发现 书包里的手枪 就像莱斯特期待的那样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手枪就出现在了小朋友的面前 手枪的管控本来就很严格 现在又出现在了学校 很快 比尔就拿到了搜查令 来到了莱斯特弟弟家中 这正是莱斯特想要的效果 弟弟接到妻子的电话 瞬间慌乱 因为他还非法收藏了一把大波罗 被发现的话就完了 心机如焚的弟弟一路飘移回家 然而一切都完了 比尔已经撬开了武器柜 搜出了大波罗 弟弟口不择掩地想要解释 结果比尔又找到了杀死猪猪的锤子 以及内衣盒艳照 这让弟弟的大脑一片空白 近距离 莱斯特还摸不准叫他赖的原因 当他得知侄子带枪的事情曝光 警察又搜了弟弟的武器柜时 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此刻他硬力附身 刚准备编造故事 比尔却开始替他编了 你弟弟和妻子给你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子 我深表同情 还有你受伤的枪伤 说明局长被杀时 你就在旁边 你不说肯定有什么苦衷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莱斯特马上装作痛苦的样子 承认弟弟和妻子有奸情 见莱斯特承认 比尔为老友痛心疾首 一拍桌子骂起了莱斯特的弟弟 比尔这共情能力真不是盖的 他帮莱斯特回忆了一下 莱斯特和猪猪的爱情 现在都被这个弟弟给毁了 比尔心痛到落泪 还说你弟弟的脾气本来就不好 是不是猪猪要和他断了关系 所以你弟弟才痛下杀手的 听到这话 莱斯特不由的感叹 要是警察都像比尔一样 那该有多好 他马上就破下旅 顺着比尔的话编了起来 对对对 当天他回家后 碰到弟弟和猪猪在地下室吵架 猪猪说 你连你哥的一半都比不上 暴躁弟弟恼秀成怒 用锤子敲死了猪猪 恰后赶来的局长也惨造毒手 莱斯特也无力阻止 但弟弟是莱斯特唯一的亲人了 他只能选择包庇 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比尔提的大纲 加上莱斯特影帝级的表演 比尔是深信不疑 甚至还感动得稀里哗啦 由此莱斯特顺利摆脱了嫌疑 但把亲弟弟给吭死了 女警莫莉从昏迷中醒来 第一句话就是问抓到马沃没有 马沃肯定是没抓到 不过莫莉打上了拿着冲锋枪的哑巴 当时他刚看到了马沃 哑巴就追了过来 对着哑巴开了两枪后 他自己也中枪倒地 莫莉第一次实战 又打上了一个汉匪 而格林自己不仅没有帮忙 反而是痛击队友 还可能因此而丢了工作 格林十分自责和沮丧 莫莉安慰他 当时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不全怪格林 再说格林反正也不喜欢警察的工作 最后还开玩笑地说 让格林给他弄个新的脾脏 一番宽慰 格林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莫莉能下床后 马上找到了同样在医院的哑巴 还没等莫莉发问 哑巴在手写板上问莫莉 她的搭档呢 得知搭档胡子哥被杀后 哑巴十分的悲伤 莫莉见哑巴能读顿唇语 便直接问起了情况 之前他见过杀手兄弟去找莱斯特 现在杀手兄弟又和马沃发生了冲突 莫莉想知道 马沃、莱斯特 还有他们杀手兄弟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其中又有什么隐情 再说 哑巴这情况恐怕这辈子都出不了监狱了 没必要再隐瞒真相 说出来让警察去解决马沃 但哑巴毕竟是混黑道的杀手 怎么可能和警察合作 小头一扭 独自沉浸在了悲伤的世界中 另一边 莱斯特的弟弟被押送到了军里 等待开庭 而坑弟弟的莱斯特 则一身的轻松 神情气爽的去上班了 搅合的是和上次复工一样 正好是山姆的保险业务 经过总公司的附和 山姆早已断交了宝贝 领导怕山姆的老婆来闹 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莱斯特主动接下了任务 领导建议他打电话说 但莱斯特要亲自去 因为他另有所图 来到山姆家中 开门的依然是山姆的老婆 这次莱斯特没有了上次的拘束 而是充满了自信 撂起了山姆的老婆 当山姆的老婆 问及利益赔款时 莱斯特并没有如实相告 只是说 涉及到命案 手续非常的复杂 想要尽快拿到钱 就会需要他这样的专业人士 知道该联系谁 知道该贿赂谁 山姆的老婆自然明白什么意思 反正上次 他就准备用的 马上就随了莱斯特的愿 没错 这就是莱斯特的目的 他就是要白嫖 报复已经死去的山姆 随着莱斯特的释放 山姆的照片落地 曾经的怂抱 已经蜕变 一续不凡 他现在是丛林中的猛兽 再来看看 让莱斯特蜕变的马卧 上级中 他被杀手兄弟伏击 虽然干掉了其中一个 但这事肯定不能这么算了 而知道他行踪的 毛色只有中介 但中介一口否认 如果是生意出了问题 对方一定会打电话协商 要马卧的钱 还是要马卧的命 而他根本没有接到 关于马卧的电话 只能是马卧的私人一员 不过对马卧来说 无所谓了 马卧只想知道 他现在要报复 该去找法克黑棒的何人 而中介也有自己的规矩 绝不泄露客户的隐私 马卧可管不了那么多 中介要么上救护车 要么上林车 自己选吧 当马卧走出地产公司时 里面响起了尖叫声 马卧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法克市黑棒老巢的楼下 FBI探员黑人兄弟 在此日夜监视 就在两人将就点午饭时 没注意到手拿冲锋枪的马卧 就在他们眼前走进了大楼 马卧单枪骑马 大杀四方 从一楼一只杀到了顶楼 甚至黑棒都向报警 而狂选汉堡的黑人兄弟 完全没有察觉 直到有人摔下楼 他们才察觉楼里出事了 两人看着尸体都懵逼了 商量着是不是赶紧把车倒回去点 装作刚来的样子 好歹能找回点颜面 但警方已经赶到 然而只能拿着证件赢了上去 此时马卧已经离开了大楼 看了一眼后便从容离开 莫里这边 朱远也没有闲着 他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 在窗户的玻璃上 罗列起了多起案件之间的联系 已经推理的八九不离十 甚至已经猜出 杀手兄弟来自法克的黑帮 而杀手兄弟能找到马卧 肯定和莱斯特脱不了干系 这也说明 马卧和莱斯特之间肯定有关系 这使莫里的父亲来接他出院 莫里抱着格林送的鲜花 恋恋不舍 拧走时莫里还鼓励格林 别放弃 莫里并没有回家 而是让父亲送他去了警局 本想趁热打铁 让比尔立即审问莱斯特 回到警局 却得知了这些天发生的事 莱斯特无罪释放 而莱斯特的弟弟却成了凶手 这让自信马上能破案的莫里 十分的崩溃 他清楚的知道 莱斯特绝不是无辜的 他冲出去想去找比尔 可瞬眼间又愣在了原地 因为就比尔的能力 他绝不会听自己的 大家好 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高分美剧冰雪报的第一季 第八季 本集开始 莱斯特买了台新洗衣机 替换了那台会跳舞的洗衣机 就像莱斯特一样 以前处于食物链底层的松包 已经被彻底抛弃 取而代之的是兴风弱肉强势的莱斯特 这时 蒂西来找莱斯特诉苦 最近 他为了弟弟和侄子的案件到处奔波 划光了所有的积蓄 这也就算了 最让他不能容忍的是 当年 他可是势力的玄美小姐 而弟弟居然出轨猪猪 这什么审美 吐槽完后 蒂西说起了正事 莱斯特不是喜欢他家里的那些武器吗 他已经都装好了 莱斯特要的话 随时可以去拿 莱斯特明白什么意思 马上开始了表演 比尔泰会买下来 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找他 蒂西觉得莱斯特真是个好人 莱斯特把弟弟一家坑得这么惨 蒂西反过来 还要谢谢自己 这种爽感 让莱斯特十分的享受 蒂西走后 莱斯特继续收拾起了东西 不仅是那台跳舞的喜剂 只要是猪猪卖的 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全部打包扔掉 莫莱这边身体基本康复 恢复了工作 格林这段时间 每天都会往莫莉父亲的餐馆送花 明显是在追求莫莉 这样莫莉的心里甜滋滋的 但她也有烦心的事 养伤的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琢磨莱斯特的事 觉得还是得和比尔谈谈 老爹做过警察 知道比尔的能力 莫莉很可能会碰个钉子 但莫莉还想再试一试 比尔是不是真的那么饭痛 还真别说 比尔就是这么饭痛 莫莉为了说服比尔 精心准备了关系图 可比尔根本就不想听 甚至还和同事嘲笑莫莉 但莱斯特弟弟杀人的事 根本就说不通 比如他为什么会打电话到旅馆 或者可以换个方向 从山姆被杀的案子入手 但比尔粗暴地打断了莫莉 案子已经了解 他们都喝酒庆祝过了 莫莉还想怎样 他可不想天天被莫莉 拽来看这些关系图 莫莉还想距离地争 反而遭到了比尔的嘲讽 比尔说莫莉就像那些痴迷彩票的人 只要前面两个号码中了 就开始幻象奢明的生活 但他们根本没那个命 莫莉非常的委屈 在这样一个饭痛领导下 自己的努力就像一个笑话一样 山姆的老婆 怒气冲中的找到了莱斯特 他收到保险公司明确巨赔的文件 就明白了上次 他被莱斯特给白嫖了 两个傻儿子 还想给莱斯特点颜色看看 结果 莱斯特现在是只愣起来了 强硬地说道 巨赔就是巨赔 他也没办法 山姆的老婆只能带着两个傻儿子 信心离去 而莱斯特也没想到 自己的饭机还收获了个小迷妹 同时小连本来就对莱斯特有好感 现在又看到莱斯特 这没有男子气概 彻底陷了进去 上季中 马沃在黑人兄弟的眼皮下 团灭了黑帮 这样两人在领导这里丢尽了颜面 尽管他们招了各种憋脚的理由开脱 但领导还是把两人 扔进了档案室养老 安卓把马沃的照片贴在了墙上 发誓一定要一血前耻 而把两人害惨的马沃 则潜入了医院 干掉了看守哑巴的警员 哑巴醒来就看见了仇人马沃 马沃则开启了嘲讽的模式 他听说过独眼杀手 哑巴杀手 从来没有听说过又聋又哑的杀手 嘲讽完还刺激哑巴 说起了胡子哥 马沃让哑巴也别回去报道了 因为他们的老板都被自己给干掉了 不过马沃说了这么多 却并不打算杀了哑巴 反而还把手铐的钥匙给了他 让哑巴康复后 随时可以找自己报仇 他就喜欢看别人恨自己 又干不掉的样子 说实话 哑巴是有点蒙圈的 比尔镇虽然蠢 但是并不坏 在莫莉父亲的餐厅 对莫莉举办了欢迎会 期间 前任局长的一双 感谢了莫莉和同事的努力 抓到了杀害丈夫的凶手 可这话让莫莉不是滋味 他看着后备箱里的关系图 无谓杂成 想起局长一双那释怀的表情 也许现在的状况 对谁都好 迷茫间 他做到了莱斯特工作的保险公司 看到莱斯特和同事们谈笑风生 而且莱斯特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而是在交谈中占据了主导 他看见莫莉后 还如其事地打了招呼 现在的莱斯特并不好对付 不过莫莉和格林的感情 却进展迅速 而时间也同样如此 一转眼 已是一年之后 格林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成了自己一直想做的游递员 他和莫莉也修成了正果 马上就要迎来爱情的激进 虽然莱斯特不好对付 比尔又是个饭桶 但莫莉从来没有放弃案件的调查 只不过是把资料都搬回了家里独自调查 而且他还拿到了 马沃团灭黑帮使 附近监控拍到的画面 马沃很有可能 就是法克黑帮被团灭的凶手 莫莉数次指点FBI提供线索 但马沃的身份伪装很是完美 调查下来并没有嫌疑 FBI也逐渐对莫莉的电话 开始不难烦起来 对此莫莉也十分无奈 这天 伊尔领了一个非洲小伙儿到警局 原来非洲小伙儿的老家被图存 比尔夫妇便收养了对方 谁知小伙儿刚来美国 就被偷了行李 比尔的联系方式也在里面 他没钱没身份 靠着乞讨和盗窃 漂泊了三个月 而比尔也找了对方很久 没想到偶然间 在隔壁城市的超市碰见了小伙儿 也许一切皆有丁数 晚上莫莉躺在床上问自己 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吧 我该不该放弃呢 或许就像比尔找到非洲小伙儿一样 一切皆有定数 FBI的档案室里 黑人兄弟在这里已经玩了一年的球 然而讨论了一个话题 如果档案室里少了一份文件 他还是档案室 如果都拿走了 或者变成复数了 他还是档案室吗 这时球砸掉了资料板 露出了马沃的照片 档案室的问题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说的正是莱斯特 莱斯特彻底认可了弱肉强食 发生质变后 他整个人也气质大变 不仅被评为年度最佳保险销售员 还和小林结尾了夫妻 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了 当然莱斯特的爱情可能不止一份 他让小林先回房休息 自己则来到酒吧烈焰 正和美女没来厌去 扭头又看见那个熟人正是马沃 换做以前的莱斯特早就溜了 而现在的他陷入了纠结 马沃对他来说既是梦魇又是导师 他在纠结是该远离马沃 还是想马沃证明自己 寻求这个导师的认同呢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高分美剧冰雪报的第一季第九集 马沃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赌城 这就要从半年前说起了 马沃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牙医 不是伪装的那种 而是真正能看病有执照的牙医 当然马沃也不是要改邪归正 而是为了接近目标 作为牙医 马沃十分的成功 医术高潮待人和善 又风趣幽默 在医院里非常受欢迎 和同事大胖的关系很铁 还俘获了美女助理的芳心 这让她的身份更加的可信 也难怪FBI的调查会无功而返 马沃的同事大胖有个兄弟 因为要执政门卫黑帮大佬 所以参加了证人保护计划 无人知晓其行踪 但这个兄弟会偶尔联系大胖 而大佬更是悬上了十万美元 要其姓名 马沃就是为此而来 两岸成为好友后 大胖就主动说起过这个兄弟 而就在几天前 大胖主动说要把兄弟介绍给马沃 接人结伴来赌城 正是为此 不过这个兄弟的行踪隐秘 所以他们要按照要求先到赌城 等这个兄弟联系大胖 也因此才会碰到莱斯特 回忆完剧情 莱斯特这边也纠结得差不多了 他现在自信爆棚 不觉得比马沃差什么 于是主动和马沃打了招呼 炫耀起了自己名贵的媳妇 和刚拿到的奖牌 马沃任务在身 只能装作不认识莱斯特 莱斯特也反应了过来 赶紧说认错人了 马沃害怕大胖起义 便拉着几人离开 并偷偷警告了莱斯特 这样莱斯特很识不爽 他凭自己的能力 摆脱了牢狱之灾 现在又事业有成 确实有点飘了 不觉得马沃就高人一等 但他干的那些事 却无法和他人分享 没有一点成就感 宽如警义夜行 好不容易碰上了马沃 必须让马沃认识 全性的自己 寻得导师的认同 于是他又追进了电梯 喋喋不休 这彻底惹闹了马沃 莱斯特是彻底傻眼 而马沃的身份暴露 也只能如此 十万的悬赏就这样没了 马沃一边埋怨莱斯特 一边让他帮忙处理尸体 领教了什么叫心狠手辣后 莱斯特怎么敢和马沃待在这里 便用降背偷袭了马沃 逃离了现场 马沃要处理尸体 没有去追 而是发出了催命符 来斯特逃走后 回放叫醒了小林 也顾不得解释 马上收拾行李 连夜逃离 等电梯时 生怕马沃追过来 幸好是莱斯特多想了 经过此事 莱斯特认清了查局 如果像马沃这种人有级别的话 马沃就是满级大神 而莱斯特就是个入门的菜鸟 而且还又菜又爱玩 FBI的档案室里 黑人兄弟正在躺市 这时有人来提档案 一定是法格黑帮被屠杀的案子 两人一下就来了精神 温东温西 但是来人只想往档案里 录入一个号码 不过写号码的纸上 还写着 莫莉知道凶手是谁 这给了两人希望 莫莉这边 由于比尔出差 独城警方便联系到了莫莉 在独城发生了一期 三人被杀的案件 凶手是个牙医 而他们小镇的莱斯特 很可能是目击者 听到莱斯特的名字 莫莉愣住了 而莱斯特这边 刚回到家中 此时的他非常的恐惧 回家后就四处查看 生怕马沃追到这里 接着他去地下室 拿了把手枪出来 而箱子里的捕兽甲 则是后面的关键道具 莱斯特有枪在手 也安心了不少 离开时 看见了一件长穿的红色外套 莱斯特犹豫了一下 拿了上来 先前回来的路上 莱斯特就骗小林 说要给小林一个惊喜 今晚就要去墨西哥旅行 毫不知情的小林十分感动 这时莫莉找了过来 询问赌场凶杀案的情况 莱斯特当然不想牵扯到里面 找各种理由 就是不想回答 莫莉便耍了个青眼 借口上厕所 进入家中 这一上就不走了 为了赶紧打发走莫莉去逃命 莱斯特只能乖乖地配合 但她只说自己开会领奖 喝酒睡觉 什么凶杀案 她一概不知 莫莉就问她 为何半夜更改航班 着急回来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 莱斯特一时也没想到理由 小林赶紧就场 说是她要坚持回来的 莱斯特这才蒙控顾管 不过莫莉临走时 让莱斯特最近不要出远门 警方正在调查监控 也许还会找他们问话 小林刚想说 他们要去旅游 就被莱斯特给拦了下来 莫莉准备离开时 对讲机里传来了同事的声音 有FBI要找莫莉 现在已经去了莫莉的餐馆 正是黑人兄弟 而在窗口鬼鬼祟祟的莱斯特 也被莫莉看在了眼里 看来 莱斯特绝对有鬼 那边 格林像往常一样工作 一辆红色宝马试过 一闪而过的四季 让他觉得非常眼熟 但却并没有看清 而驾车的正是来找莱斯特算账的马沃 他直奔莱斯特的房子 却发现莱斯特已经搬家 而新房的主人 也不知道莱斯特现在的住址 不过莱斯特在第三届 开了个保险公司 马沃没有找到莱斯特 有点不爽 便把气撒在了小朋友的身上 说房子死过人 经常闹鬼 随后 马沃找到了莱斯特的店面 但大门紧锁 他又来到了莫莉父亲的餐馆 想打听莱斯特的住址 莫莉的父亲 有多年警察的经验 直觉敏锐 两人简单地交谈 他就察觉出 马沃是个危险分子 并没有说出莱斯特的地址 而马沃也察觉到了眼前之人 也并不是什么小虾米 得知对方 做了近20年的警察后 马沃也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举动 便离开了餐厅 马沃刚从前门出去 莫莉就从后门走了进来 而在马沃上车的同时 黑人兄弟刚好下车 他们就这样完美地错过 莫莉把黑人兄弟带到警局 展示了自己的关系图 然而瞬间觉得 这趟没有白跑 血耻就在眼前 这时 比尔出差回来 看到莫莉又拿起了关系图 满脸的黑线 黑人兄弟虽然有点菜 但好歹是正式的FBI 基本的办案能力还是有的 他们不搭理比尔 而是狠狠夸了一顿莫莉 便要马上上报总部 明天去找莱斯特 两人走后 莫莉看着满脸黑线的比尔 是想笑又不敢笑 晚上 格林看到墙上马沃的照片后 白天那个司机的脸庞 就开始逐渐地清晰 莱斯特一边打印机票 一边四处张望 搞定机票后 莱斯特松了一口气 他拉着小林就要出门 小林想穿个外套 莱斯特却说 那里不冷不用穿 不过两人的护照还在公司 在去公司的路上 小林幸福感满满 对莱斯特说着情话 说不出他最爱的男人 将会把他送进地狱 莱斯特故意绕了个大圈 把车停在了远处 接下来 他让我们见识到了 什么叫自私阴狠 莱斯特谎称自己刚才搬行李时 扭上了腰 让小林穿着自己的红色外套 去公司拿护照 还贴心地让小林戴上帽子 知道莱斯特为啥要拿红色外套了吧 知道他为啥不让小林拿外套 知道他为啥让小林戴上帽子了吧 根本不是什么关心 小林到死都不知道 他做了莱斯特的替死鬼 而莱斯特等马沃走后 才大扣大扣地转持器 他有恐惧 但更多的是庆幸 自己早有准备 大家好 我是亮哥 今天继续来看 冰雪豹第一季的大结局 本季开始 莱斯特等马沃走后 才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公司 看着小林上游余温的尸体 他有那么一瞬间的伤感 但也仅限于此 更多的是庆幸 一秒后他就去打开了保险柜 准备按照原计划 拿上护照逃往墨奇哥 这时他想到了马沃 如果现在逃走 杀妻的罪名就扣到了他的头上 而他又不能如实交代和马沃的事情 根本就解释不清 想到这儿 莱斯特又把护照放回了保险柜 把吃鱼匙和公司的钥匙串在一起 放到了小林的手中 而后看到莫莉父亲餐馆的广告牌 便一路小跑来到了餐馆 故意和莫莉的父亲谈话 强调他们是两个人 妻子小林去公司拿文件了 自己则提前下车点餐 然后又借口上厕所 从后门偷偷溜了出去 用公用电话报警称 他在三大街听到了枪声 不等对面回应 就挂断了电话跑回了餐馆 返回座位前 还故意重重关了一下卫生间的门 主打的就是可信度 随后莫莉的父亲和莱斯特聊了起来 提到了来打听莱斯特的马沃 提醒他马沃可不像是什么好人 说到马沃 莱斯特突然想起 机票还在红色外套里 然而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莱斯特只能假装淡定 继续救餐 半快莫莉就接到了电话 赶往了现场 比尔这次强忍着没有吐 还说莫莉你不用来了 得了吧 莫莉不来 保不齐比尔就意外结案了 这时莱斯特要闻讯赶来 看到地上的尸体 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不过莫莉可不吃这套 现在有机会再次调查莱斯特 他怎么会放过 便问莱斯特刚才在哪儿 这点莱斯特早有准备 在你老爹的餐馆啊 不信的话可以去问 莫莉又问他 小林穿着莱斯特的外套被杀 说明凶手的目标 很有可能是莱斯特 这是否和赌城的凶杀案有关 眼前莫莉开始怀疑自己 莱斯特影帝附身 又开始了表演 莫莉直接把头扭了过去 就是现在再好 今天也必须把你弄进橘子里问话 临走时莱斯特提出 想和小林的 提告别 比尔一口答应了下来 搞得莫莉十分的无语 莱斯特就是趁机想把机票拿走 要不是莫莉看得紧 还真被这小子给得手了 小镇外的一触目无 藏医再次的马沃 用监听器监视警方的动静 此时警用频道里 莫莉正让同事 去把FBI探员黑人兄弟给找过来 准备会审莱斯特 马沃听到有FBI参与其中后 便带着工具出了门 近距离经过初步的事件 小林致死的原因是近距离的一枪 很像是畜行的风格 而且警察也发现 衣服里又去往墨西哥的机票 这时莫莉的老爹 听说莱斯特的妻子被杀后来到了近距 他把马沃打听莱斯特的事告诉了莫莉 因为这两件事就是前后脚 马沃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根据老爹的描述 莫莉想到了马沃 便拿出监控照片让老爹辨认 但马沃当牙医时改变了形象 特别是一头的白发 虽然有点像 但老爹不敢肯定 可不管怎么说 对方都是个危险分子 老爹不想让莫莉冒险 然而现在 莫莉已经确定 马沃回到了小镇 明显就是冲着莱斯特去的 而且莱斯特也和多起命案有关 怎么可能现在退出呢 老爹竟劝不动 便回去保护外孙女儿去了 前面的剧情有展示 老爹和格林的女儿 相处得十分融洽 爷孙俩比亲的还亲 莫莉的父亲刚离开警局 马沃就出现在了警局外 他撬开了黑人兄弟的车 拿走了车内的笔记本 警局内 莫莉等人开始审问莱斯特 莱斯特刚准备表演 黑人兄弟就把马沃的照片 放到了面前 让他说说和马沃的关系 一听是FBI 莱斯特有点懵 急忙求助比尔 可比尔现在已经做不了主了 而且现在这么多一点 都指向了莱斯特 比尔也不可能向着他 莱斯特见不能门哄过关 一会儿表示自己要找律师 一会儿又语无伦次转移话题 一会儿又觉得警方没有实质的证据 要么把他关起来 要么把他放走 反正就是不正面回答 莫莉他们就静静看着莱斯特表演 然后直接摊牌 天亮后 莫莉在警局 捕述维捕马沃的计划 既然马沃是冲着莱斯特来的 而莱斯特又不愿意交代 便索性把莱斯特放回去当诱饵 FBI的黑人兄弟负责监视 另一边 格林看着家门口拿着猎枪的老丈人有点懵 这才得知 马沃又在小镇犯案 老丈人是在保护外孙女的安全 格林这下慌了 他可是知道马沃的危险 于是马上联系了莫莉 他让莫莉别参与抓捕 最起码别去现场 可这是莫莉的职责所在 格林让莫莉想想这个家 想想未出世的宝宝 最终莫莉答应留在警局 直到马沃被抓 格林还是不放心 挂断电话后 前方出现了一只毒狼 格林一扭头 就看见了那辆红色宝马 没错 这里就是马沃藏身的小屋 格林本想跟莫莉联系 但又想到了莫莉的安危 便放下了电话 接着他把车停在了远处的树林 然后摸到了小木屋 正好看到马沃外出 等马沃走远后 格林直接进了屋 警局这边 比尔十分的沮丧 他那么相信莱斯特 莱斯特居然利用了他的善良 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当警察 更别提局长的位置了 他已经提交了报告 等莫莉生完孩子后 就让莫莉接替局长 围捕马沃就交由莫莉全权负责 要说比尔和马沃 好像两个极端 一个共情能力太强 一个则完全没有 莫莉准备放走莱斯特时 莱斯特还不断的含冤 莫莉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人坐上火车时 发现掉在站台一只手套 和此时 火车一进启动 下车去捡已经来不及了 他便把另一只手套也扔出了窗外 这样 捡到手套的人 就会拥有一副完整的手套 莱斯特的不明所以 莫莉没有回答 直接让黑人兄弟送莱斯特回家 他们刚出警局 就有一辆同款车跟上了他们 正是马沃 之前马沃离开小木屋后 冒充FBI总部 打电话到了警局 前台没有怀疑 直接说 要找Andre还是Megan 得到了黑人兄弟的名字后 马沃又冒充了其中一人 联系了总部 包上笔记本上的行动密码后 取消了增援 而后 又去二手车商那里 找了一台和黑人兄弟 一模一样的交车 还让老板陪着他一起试驾 马沃一路跟踪 来到了莱斯特的新家 黑人兄弟把莱斯特送回家后 就在莱斯特家门口待着 莱斯特觉得 这并不保险 转身去了地下室 找到了盒子里的捕兽家 一辆和他们一模一样的车子 黑人兄弟 以为是支援到了 可来人半天不下车 两人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连持枪下车缓慢地靠近 发现手被绑在方向盘上的二手车伤时 已经晚了 你猜这个小哥 是死是活呢 小哥在第一集中就出现过 被莱斯特列宇的各种意外死法给吓跑了 还在本集中和莱斯特打过招呼 马沃处理尸体后 走进了莱斯特的房子 而莱斯特此时还在布置陷阱 到窗边一看 黑人兄弟不见了踪影 地上还有血迹 他马上打电话报警 马沃顺着莱斯特带着哭枪的身影 来到了楼上 结果被徒弟狠狠地上了一颗 马沃抓住机会迅速放弃 莱斯特急忙躲进了卫生间 古不得再次被打断的鼻子 拿枪指向了卫生间的大门 等了好久 莱斯特才小心翼翼地出来查看 发现附上的马沃已经逃走 而马沃拖着惨腿回到了小木屋 放下枪拿起来急救包 马沃对别人狠 对自己也狠 他忍着剧痛给自己固定了断腿 刚处理完就看到了窗外的毒狼 藏在木屋的格林 这时也持枪走了过来 格林告诉马沃 他想明白了绿色阴影的谜题 然后没有废话直接开枪 马沃一脸的不甘和凶狠 格林再次补了两枪 马沃这次是彻底凉了 他一直把自己当作隐藏在阴影里的猛兽 格林只是小绵羊 而为了家人 这次格林成了藏在阴影里的猛兽 很快 大批警察就赶到了木屋 格林一脸平静和莫莉拥抱了一会儿 他只是一个为了保护家人的普通人 连岸在木屋里发现了一箱子的录音带 写着莱斯特名字的录音带 正是莱斯特杀妻后 向马沃求助的电话 这成为了给莱斯特定罪的决定性争取 两周后 蒙达娜冰川国家公园 逃到这里的莱斯特遭到了警方的围捕 莱斯特慌不择路逃到了湖面 翻车后 继续向湖中央逃窜 完全没有注意到保兵危险的字样 莱斯特最终没有逃过命运的冰窟窿 莫莉接到莱斯特的死讯后 愣了一会儿 然后又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冰雪报第一季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一集 还有点关于莫莉老爹的剧情 主要说的是 1979年的一件大案 为第二季做了铺垫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一起来看冰雪报的第二季 详细了解 好了 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Goodbye